823战时馆 现在呢在823战时馆 这个战时馆它最主要里面介绍和陈列的 就是当时这个823炮战发生的一个开始 还有整个经过以及结果整个过程 还有国际的局势的一个状况 然后在这边呢你可以简单的能够了解 认识到823炮战的历史 所以你们如果说 想要对金门823炮战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的话 其实也可以来这里稍微简单的看一下 那在这边呢除了这些战时的东西之外呢 这里有一个贩卖部 它在卖一个很特殊的东西 一踏去这个贩卖部就会闻到一个很像的味道 就是高粱酒茶叶蛋 那你们如果说对这东西有兴趣的话呢 你们可以试一下 就是我觉得没有说特别好吃啦 但是呢就是可以试试看 这个高楼酒呢就是台带里面有那个高粱酒的淡淡的香气 对 还有一点药膳的味道 这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东西 那你们就可以试一下 我们今天呢第二个景点呢是去陈景南洋楼 早期呢就是这里呢 金门人嘛他们就是会到南洋去做生意嘛 去开墾 然后赚了钱之后呢 就会回来金门这边盖房子 然后盖洋楼这样 那陈景南呢就是 就是最早回来金门盖洋楼的一个 新加坡华人 那现在我们就要去参观 那这个洋楼啊曾经也被政府申收借用去当那个 官兵休息的那个休闲中心 它算保存的良好啦 之前金门县政府还花了大概3000万的预算呢 去整修这个洋楼 我现在在成功海防坑道 这里呢是民房跟军用合一的一个海边的要塞 然后这也是金门规模最小的坑道 走进去要超小心的 哦吓我一跳 突然有个声音我吓一跳 我吓 他说这里有个人 不要把这个坑道 撑加气氛好不好 对啊吓一跳 刚才有人跑过来吗 哎呦 好谢谢 想太多 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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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坑道出来的这边呢 就是钓鸢湾沙滩 就是成功海滩 这里的碉堡守护的就是金门南边的海域 所以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海边要带 而且它就非常的接近海域 出来就是沙滩啦 但是这里虽然现在已经没有那么重要的居士用途 但是风景还是非常的漂亮 如果你们有到金门来的话 这个沙滩非常的美丽 你们也可以来这里走一走 而且虽然说上面还是有一些水潮材 你也可以如果你们要去拍摄的话就不要下去 因为其实这里的海象还是比较汹涌的 你们可以看比较汹涌的海象 虽然不建议你们下去玩水 但是在彩沙拉拍拍照是不错的地方 我现在呢 就在金门的古灵头战石馆 那个古灵头战石馆呢 这个地方其实对于金门这个地方来讲 有点意义重大 为什么呢 因为古灵头之意啊 在当时民国38年徐范会战之后呢 我们国军就退守了台澎金马来这个地方 然后呢就在38年的10月多的时候呢 整个中共啊就在半夜的时候 派了两百多艘船 然后派了很多人来夜袭金门这个地方 我们就在古灵头这里发生了 就是开启了一场 开启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战役 而且我们也在这里获胜 把这些共军呢 全速的呢 把他们歼灭之后呢 甚至还有一些人就投降这样 这场战役啊就保卫了金门 也奠定了台澎金马的这个安定的局势 所以古灵头战役在八战炮战的起始的开始呢 这一个这场胜利呢 就占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所以为了呢 纪念这场战役里面牺牲的人呢 为了让后代呢更了解这一场历史 所以呢就盖了这一个古灵头战史 我们现在呢 特别停了一个在北山共军所 中共军指挥所这边呢 停了一下很有名的漫画卷 然后呢大家全部都在扣着呢 买东西你看 哦蒜味好香哦 来看一下 一包六十 一包六十 老板一包六十有没有买十种意 老板有没有买十种意 我买成一团买成一团的 老板买成一团买成一团的 对对对对 那是蒜味的 哦好香哦这是蒜味 马上来马上来 哇 我真的好厉害 太厉害了 马上来马上来 老板要不要帮你 这就是马蜂这些人 好硬 我要来试试一下试试一下 试试一下 试试海苔的 试试海苔 海苔的 海苔的 嗯还不足哦 酥酥的然后不会很硬 我这个人买小琉球的吗 好像觉得那么硬哦 这个不会 嗯 嗯 好酥喔 吃吃看蒜味 嗯 蒜味很酥喔 好吃 吃一個花生的 我覺得蒜味的不錯欸 蒜味的蠻好吃的 這吃起來酥酥的 不會硬 好好吃 還有芝麻的 來試吃看看芝麻 今天吃完我覺得蒜味最好吃 好好吃喔 一口酥 嗯 嗯 一口酥的 淡淡的奶香 還有微微的淡味 很好吃的 我們現在呢正在金門的京城 結校坊的這個 前面的這條路上 然後我們現在要從頭去模範街 這條路呢其實就是金門最熱鬧的老市集 那在這裡呢曾經10萬大軍 10萬兵的時候呢 整條路上全部是阿兵哥 塞的滿滿的 所以在這裡呢就很多 賣一些阿兵哥的牛肉罐頭啊 豬肉罐頭啊 還有一些軍用品 那現在呢隨著時代變遷 也測軍測到現在只剩3000名了 所以呢 這裡呢現在都是賣名產比較多 像是貢糖啦 菜刀啦 還有一些他們的名稱日用品這樣 好 這裡野方式也是菜市場 什麼都有的賣 什麼都有的賣 就是一個很熱鬧的地方 然後前面呢我們就叫做結校坊啦 結校坊旁邊呢 很有名的科技廣東州 是這裡很有名的小吃 這一家就是有名的廣東州 然後在結校坊的後面啊 就是客店之家 要排隊很多人 這一家客店之家呢 就是很多觀光客都會來排隊的客店 這邊呢這邊是總賓署 也是金門以前的清朝的時候呢 最高型的很奇怪 那我們現在去探觀一下 它裡面大概是怎麼樣呢 這裡也算是古蹟喔 所以保持得非常完整 曾經有官員一年的時間呢 就是由政府的撥款來到這邊來做整修 那現在已經都整理好了 我現在在金門的夥伴街 整排呢 你會看到兩層的民視建築 那我沒有 就是兩層樓的民視建築燈牌 這裡原本呢叫做自強街 然後在1942年的時候呢 當地的士偵覺得說 要建立一個金門的方向和模範 所以呢就把這個地方呢 改名叫做魔幻街 然後在魔幻街呢 這邊很有名的就是 酸寶寨的燒餅還有一個手工蛋捲 冰淇淋 蛋捲裡面包著冰淇淋 蛋捲都是老闆娘現做 我不是吧 喔對不起 蛋捲都是店家現做 吃一個蛋捲冰淇淋 嗯 有淡淡的高粱的味道 嗯 這冰淇淋裡面有加高粱的 喔很香耶 高粱酒很香 嗯 他這個冰淇淋裡面啊 他不會醉 不會醉 店家說不會醉 他冰淇淋裡面有加高粱酒 但是呢 吃的不會醉 然後有香 很香很香的那個高粱酒味道 嗯 然後蛋捲啊 本身也很酥 蛋香加高粱醬 好吃 你們如果有來的話 在模範街 比較醜一點的地方呢 靠近那個金門商業會那裡 這裡就是那個蛋捲冰淇淋店 嗯 好好吃喔 下一家 這個蛋捲冰淇淋旁邊 燒餅店 這一堆是我的客人訂的 這次的客人呢 他們先打電話來預約 預約了48盒 然後呢等一下再過來拿 這個三寶在燒餅啊 因為老闆人手有限 但是真的很好吃 所以呢你如果真的想買的話 你必須要打電話來預約 而且呢預約的話就要預約至少一盒 那它有甜鹹各半 鹹的跟甜的 就三種類 所以更是你的需求來買 通常我會建議大家買甜鹹各半 因為這樣兩種口味都可以吃到 而且還比較便宜一點 台灣的離島其實都很有特色 也很有自己的文化 也有各有各自的美感 金門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今天我的金門 我也出國之旅 三天兩夜就到這裡啊 如果呢你對金門旅遊 又有興趣的朋友呢 歡迎你們也隨時可以來金門來玩喔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Cit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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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ys